你 你干什么 你放着萧三爷 你够长人事 你是不是 闭着你的臭嘴 出事了 你知道吗 出什么事了 这萧大爷已经怀疑上萧三爷了 这萧大爷怀疑上萧三爷跟咱有啥关系 这一举一举的 这咋能没关系呢 你想想 如果让萧大爷知道了 是咱们把十八姐做掉的 栽赃到萧三爷头上 这还有咱们的好吗 这 不会吧 那天晚上咱可做的事人不知鬼不觉 没人知道 有 谁 雨倩儿 什么 那怎么办 我饶不了这个死丫头 妹妹 你是不是又要杀人哪 妹妹 哥哥我这次可不杀人了 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不杀人了 我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 想跑 我告诉你 你男人跑不了 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小太平也会把你抓回来 你想想 咱们俩 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 谁跑不了 谁 谁想跑 我 我 我是说 你是说什么 你说呀 你要说什么 想看办法呀 这就对了 想办法 这办法 妹妹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啥办法 我都去掉了 欢歌 好 哟 王大爷 真是好久没见了 今儿让咱们一起续续 请 来来来 这边 干着干着的 王大爷 萧大爷和新来的支县钱大人的关系 你是知道的 那是杀头不换 肖大爷说了 钱大人对你极为不满 让我来劝劝你 你就把窑包给他 让他去对付钱大人 你们两家的窑是紧连着 肖大爷也看过很多次了 说在你王家窑修一条 通肖家窑的道路 王家窑出的霉 就能直抵霉码头 这样一来呢 你们两座窑就可以变成一家的窑了 这窑啊 不放在我手上 我放心不下呀 哎哟 我的老哥呀 要说弄窑 咱乔头镇 谁是人家肖大爷的对手 窑在咱手上 就只能出那么点霉 可在人家肖大爷手上 就能变出花来 现在肖大爷又有码头和船队 多赏功赏实啊 把药包给他 多赏心啊 我可告诉你啊 咱可是自己主动找他的呀 五爷 我也没什么野心 只想安分的守着临近的三省四县的老主顾 过日子不求大发 只图个风调雨顺啊 小大爷 我说了很多啊 这个肉头 这就是不肯听啊 死要面子 六爷 人家既然不同意 咱也不能硬来啊 我看这事就先放放吧 看明儿 我去请白二先生 再去和王大爷谈谈 这个肉头 把窑都经营成什么样了 还死抱着不放 来来来 多喝几杯 来 来 来 放上 esa 二爷 坐 好 王大爷 你和萧大爷闹什么 他想包你的窑也是为你好吗 来 吃吃吃 我白某人信得过他 新窑老窑都敢包给他 你王大爷怎么就信不过 这萧太平十几年来 给我赚了多少银子 还能亏了你的吗 你要是怕萧太平说话不算数 我白某人做个忠好不好 二爷 您别劝我 您有恩于萧太平 而我就不同了 我这要只要落到萧太平手上 就别想再好生回来了 另外 我也得给自己争口气 争啥气 多赚些银钱 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二爷 您是桥头镇老户了 弄窑 您是第一家 现如今 没窑都在一个外乡人手里 咱脸上有光吗 哎呀 你这话就说错了 人家萧大爷 没有把咱桥头镇的窑背走吧 又没让咱少赚银子吧 倒是把咱桥头镇搞得是一片红火呀 咱脸上的光还小吗 要是没有萧大爷 咱桥头镇的眉窑能有今天吗 你我不服气是不行的 光凭你我 这省城如今能有桥头镇的眉吗 二爷 你想过没有 萧太平终是外来户 她的窑咱不说 咱的窑在她手上 她不发了风似的给你往死里挖 等把窑下的煤挖光了 钱赚足了 拍拍屁股走了 咱怎么办 咱守着破窑眼喝西北风吗 这煤在谁的手里都会挖完的 挖完了咱可以再开新窑啊 谁会守着这破窑眼喝西北风啊 二爷 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我实在是自己想弄窑啊 黄大爷真是不识礼数啊 就凭她 日后还能风调雨顺不上 我就有办法让她是风不调来雨不顺 到那个时候 她就得找上门来求我 只怕到那个时候 她那个破窑也值不了几个银子了 那是那是那是 从明天开始 我就把销往墨河城和周围三省四县的煤价 降低一成半 只有往省城的煤价不降 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的厚力不减 那个时候 她王大肉头就完了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来 喝 干 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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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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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的正说要将这个月的月归银给您送去 可没想到大人在百忙之中亲自光临小摇 也就省得小的再跑一趟了 顺便看看 也算本官体察民情吗 前大人您可真是个为民做主的好官 哪里哪里 我看你也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 本官不妨劝你一劝 所幸也像本官一样 多花些银子捐个七品之线来坐上一坐 这个生意可是只赚不赔 这个生意可是只赚不赔 大人 您这是 您真会开玩笑 小的怎么能跟您比 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是和你说实话 天底下 怕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意了 小老弟啊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 三年青之府 十万雪花银 虽说我不是知府 只是一个小小的知谢 这一年下来至少也有十万雪花银 好赚 钱大人 小的可不是您 您这七品之线虽说是捐来的 可这血氧本领却非常人可比 一小的看 只怕比那些科班入室的酸腐书生 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这倒是 咱别的不说 就说这断案 这连巡抚老大人都夸赞本官 有办法没 别人不知道 巡抚老大人可是知道的 那杨大人多难对付啊 把老大人折腾个半死 本县一去 三下五出二就把事情给断了 杨大人这么似满意 地方百姓满意 你说这不是本事吗 那是 就说这和杨大人办交涉的本领就不是书本上学得到的 这王大人 这王大人读书倒多 却是独蠢了 他若是有钱大人您一半的本事 只怕也不会落到个彻拆流放的地步 这王大人 英雄所见略同 所见略同 那个王家有还是不识礼书 仍是不主动给本官交跃规啊 那钱大人 您的意思是 小大爷 你先替我修理一下这个王溪山 陈大人 只怕这一修理会惊扰大人您 本县最是不怕惊扰 却怕无案可问 大家都听着 钱大人发话了 要治了王大肉头 从今天开始 就挖从王家有 都去挖他的梅 好 二哥 瞎说什么 这会打起来的 钱大人就怕打不起来 可 这个事你别管了 有我呢 太拳 大家听好 今天我就要一举拿下王家有 去 挖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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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爷 王大爷 不好了 修家人这袋挖咱们药上都没到 快去看看 这个姓修的真是欺人太甚 去 快去召集咱摇的弟兄们 告诉弟兄们 打到肖家摇 凡是去的都发五斗杂粮 打死人 算我的 打 打 敢偷离我家摇上了煤 谁说你家摇上了煤 听着 把这些煤都给我背回去 背到我家摇上去 听说把煤给你背回去 不背 救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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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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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川 乱子不小 敢在这里倒是 修家 气人太甚 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王西川的厉害 打 狠狠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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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泰拳 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太中 你马上找泰拳回来 给王大人赔情道歉 还愣着干什么 你快去吧 好 这个王西山真是目无王法了 大白日的敢打到萧家窑上 还打死了人 这还了得 本官非把这些刁民用铁衫给锁起来 钱大人 这一切都要靠您做主了 兄弟我和白尔先生都是有身份的人 往日祖院和那些无赖纠缠 可那些无赖 他们得寸进尺 今天竟打到摇上来了 你说 你放心 放心 本官自有修理这个无赖的妙计 大哥 全结了 王大肉头 让钱大人给打入大牢了 这回他彻底完蛋了 咱这是与虎谋皮 太全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怕是要作茧自负 你们这些无赖 清天白日的就敢打到人家萧太平的摇上去 所你们来 还有人喊冤 本县大唐之上明进高悬 何尝冤了你们呢 现在本县倒要问问了 还有没有人喊冤 别以为你们是无赖 本县就无法对付 本县有的是好办法修理你们这些无赖 饿了你三天又吃了沙尾棒 也总该明白点事理了吧 我实话告诉你 本县为官清廉 再任一天就要为民做主 绝不会循私枉法 也不可能为一点银钱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你明白吗 是 是 明白 不过 黄西山 该说的话本县还得让你说 本县绝对不会妄杀无辜 我就是问你个斩力爵 本官也要让你死的服服帖帖吧 大人 小米 冤枉 你杀了人 你这守恶元凶倒叫起来了 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再者说来 是你带人打到萧太平的摇上去 又不是萧太平打到你的摇上去 大人 小米带人打到萧太平摇上 那是有两条隐情 两条隐情 把人押下去 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你说哪两条隐情 头一个隐情是 萧太平带人 带人 挖了王家瑶下的煤 这个嘛 本官已经派人看过了 你们两家的瑶是连在一起的 你说他挖了你的美 他说你挖了他的美 那个说得轻啊 退一步说了 就算萧太平挖了你的美 你也可以到本县来据食诉讼 怎可聚众泄殴呢 小民糊涂 糊涂啊 当时气呼了头 还有什么隐情 小的 这气 一 一者是 为了自家摇上的煤 被小太平挖了 二者却是 却是 却是什么 快说 我说 我说 小太平挖了 有了自家摇上的煤 月娥 快起来 千块有些不大对劲 快 有了自家摇上的 月娥 快跑 小太平挖了 快 快 太平 我们怎么办 看来事情已经败露了 快 这 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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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娥你醒醒啊 太中 太中 来了 什么事 太中 你多带些银两 速去县里大牢打探消息 顺便给白二先生报个信 要阻止王大肉头狗鸡乱咬 你放心吧大哥 我这就去办 小太平是碾贼此话当真 小的不敢乱说 不敢乱说 既知他是碾贼头目 为什么不早向官府举发 大人 小的也是在打架前 刚刚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快说 有什么干政 华大婆 有个叫 曹巴金的人 他对这件事最清楚了 大人快 快拿着这人 就什么都知道了 曹巴金 老爷 你每次问案都喜气洋洋的 今天是怎么了 王西山的案子 王西山的案子 麻烦大了 麻烦什么 你不是早就想收拾王西山了吗 是的 是的 本来在问案前 我早 Brendo 我早就想好了 《上ami要扎干》这个不懂道理的王西山 在断他个斩立绝或者斩奸后 可王西山的老儿偏供出萧太平为免贼头目 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把萧太平拘来 勒他一注好银子再定他个犯罪不就完了 萧太平极是精明 要以犯罪之罪来问他 这以后他断不会再送银子给我 他清楚得很 谋犯大罪直达天庭 我这个七品之限是保不下他的 这倒也是啊 萧太平真要是把命送掉了 那咱这每月一百两银子的月龟可就没人送了 要不透个口方给萧太平勒他一注银子再让他逃 也不行 若是日后萧太平被抓 供出我来 那我也得赔个斩罪 再说了 这也不合算 就算是勒出了这一注银子 日后也只有风险 再无尽向了 实俗是杀鸡取淡 那怎么办呢 倒不如把这个反贼之罪给他坐实了 就把他放在我的眼皮底下 平安无事 这样就可以细水长流 炸这个反贼的银子 一旦有事 抓起来就杀 好好 我就知道你总会有好办法的 钱大人 小的去了垮子坡 那个曹八斤死了好几年了 这定是王岐山和人家萧太平有仇 信口胡说的 我看未必 信口胡说 怎么这么有鼻子有眼呢 马上把那个王岐山 给我带到后堂来 是 你这无赖 胆子不小 敢炸本县 本县问你 曹八斤已经死了多年 你是如何从他嘴里知道念子的事啊 大人 大人 那必是萧太平杀人灭口啊 这曹八斤不是近日才死的 他确实死了好多年了 他确实死了好多年了 萧太平又如何知道会有今天 又如何会去杀人灭口 我看这里面必有眼睛 我看这里面必有眼睛 快从事找来 大人 小的该死 小的对念子一事早就知道 只因当时糊涂就没到官府举发 现在举发为时不晚了 快说 除了曹八斤之外 还有何人可做干政 白二先生 李五爷都可以做干政的 光绪八年 原在白家瑶上的张三爷 拿着曹八斤的反贼刺工状来找我 我本想搞官 却被李五爷给拦了 那个张三爷现在何处 张三爷当年就死了 只怕死的也有名堂了 他死的会有什么名堂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这可就难办了 两个主要证人都死了 活着的白二先生和李五爷都是萧太平联手弄谣的至教 要让他们来证死萧太平 那可是不太容易 不说他们之间的利益和关系就是为了长期窝贼的罪名 他们也是不会举证的 大人 你可以把白二先生抓来审上一审 好 那我就和白二先生谈上一谈 二先生 听说你们白家窑上过去有个张三爷还做过窑掌柜吧 二位慢走 千大人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人了 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 大人 这个张三爷真是提不得 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又嫖又堵 他一夜之间竟输了几千两银子 落得个下摇悲眉的下场 都把我气死了 二先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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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上茶 好嘞 您的茶 您慢用 慢用 张三爷身为窑掌柜 怎么会下摇悲眉呢 萧大爷眼下是窑主 他不也给我悲过眉吗 好 咱们不谈他们 喝茶 喝茶 这张三爷怎么会死在花船上呢 这我怎么知道 你得去问张三爷 据王西山共说 萧太平和垮子坡上的垮子们都是年党余孽 萧太平还是二团总 二先生可知道 我说王西山是无赖 他果然就是无赖 他自己聚重斗殴 打出了人命 就血口喷人 钱大人 你要是相信他的话 你就把萧太平抓起来 问定了萧太平 再来问我一个窝贼的罪名 哪里 二先生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萧老弟的关系 别说王西山这无赖 他诬陷人 他诬陷人 就算萧老弟真是碾贼 本官也得放他一马 更不要说二先生您了 即便是真的窝贼 还有本官替你做主吗 钱大人 窝贼是一项大罪 你可别吓我 这么说你并没有窝贼 一介良民岂敢窝贼 看来本官还真得到垮子坡上 走上一走 大哥 太中 是这样 钱宝山已经秘密派人到垮子坡 他们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大哥 来 都过来 两件事分头去办 你到垮子坡 让弟兄们多加防备 你去县衙买同衙衣 掌握钱宝山的行踪 好 去吧 好 好 来 加油 好 加油 走 回来 回來了 大人 這坡上的男人們都下窯去了 就剩下一些女人和孩子 這謀反的證據 怕是不好找了 是啊大人 這個窮地方有什麼反賊 大人 咱們可不能上了王溪山的當 竊魚我在訪 走 我去問問那個老二 老頭 這是咱支援錢大人 要問你話呢 要如是回答 小的該死 小的忘了大人是微服私房啊 老人家 你可知道 這滿山的人 都是從哪來的 有什麼事 小的 我們可以說 有什麼事 我可以說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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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我們要去問我